跟你讲一下,你自己看一下,两条线 阳性反应 警方将查获的毒品化验结果当场告知 这名流星男子深夜竟然乘坐电动轮椅 在松河街上一路逆向行驶 被巡逻员警发现上前南查 果然在他身上的烟壳里 搜出安非他命及吸食器 原来51岁的流星男子因为中风复原状况不理想 三度从花莲北上就医 左脚步变的他竟然失智离开医院 乘坐电动轮椅兜风 把大马路当成跑跑卡丁车逆向狂飙 警方深夜4时在松河街上 询过时赫然发现一名流星男子 乘坐电动轮椅与马路上逆向行驶 最上前南查 经查该名男子为毒品人口 预警探查时神色慌张 远警在香烟盒中发现有毒品吸食器 玻璃球、塑胶软管及不明粉末 经检验皆为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聚查流南为花莲人 三周前特地北上就医 疑似长期住院 半夜私自离院 乘坐轮椅与街头都风散心 全岸训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最嫌 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南港分局呼吁 为贯彻扫葬毒品决心 将持续加强查气各类毒品 并向上溯源 向下跑根积极侦办 全力打击贩毒集团不法办行 家住花莲的流性男子共称 毒品是朋友给的 警方已经依违反毒品防治条例 将流性检犯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并进一步追查毒品来源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导 是威ake神指导的